編年紀夏第十六章 編年紀夏第十六章 大王阿薩來王 當時阿薩拿出上主殿內和王公府府中的金銀 送給住在大馬士格的阿蘭王本哈達德說 我與你之間以及我父與你父之間都立過約 現在我給你送來金銀作為禮品 請你廢除你與以色列王巴厄沙所立的約 使他離開我的國境 本哈達德聽從了阿薩王的話 即刻派軍長去攻打以色列的城市 攻下了伊雍、丹、阿貝爾馬因和納非塔里所有的團科城 巴厄沙一聽說這事 立即停止在納馬的攻勢 阿薩王瑞精調傳由大人 將巴厄沙收足納馬所用的石頭和木材混走 用來收足格巴和米茲柏 那時,先見者哈納尼來見由大王阿薩 對他說,因為你依靠了阿蘭 而沒有依靠上主你的天主 因此阿蘭王的軍隊脫離了你 故事人和利比亞人 不是一支很強大的軍隊嗎? 戰車騎兵不是很多嗎? 但幾時你依靠上主 他便將他們交在你的手中 上主的眼片擦各地 對所有專心忠於他的 他必大顯威能,加以輔助 你這時作得太無知了 今後你必要遭遇戰禍 阿薩對先見者發怒 將他囚在獄中 王在這時上實在生了大氣 同時阿薩又虐待了一些百姓 阿薩的前後事跡 都記載在猶大和以色列列王實陸上 阿薩當國第三十九年 患了竹疾病得十分嚴重 他在病中不求上主 而只求醫 阿薩在位四十一年逝世 與祖先同年 人們將他葬在達味城 自己所作的墳墓裡 將他放在床上面 滿堆香料 即照條香法所製的各種香料 又為他焚燒了很多的香料 所以你們會有多久 還是要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